這個地方我要介紹 振動問題其實跟電流的流動問題是有類比關係的 怎麼說呢 我做一個對應的表格 我要把他們的對應關係寫在這裡 對於振動問題 這左邊是振動問題 對於振動問題來說 我的運動方程式是寫成質量乘上運動加速度 運動加速度就是位移對時間的兩次微分 加上主移係數乘上運動速度 再加上彈線常數K乘上位移量等於YES 然後我們發現說 那個電流的流動問題跟它有對應關係 電流的流動問題告訴我說 我是電感L乘上電流的兩次微分 I是電流 然後再加上電阻R乘上電流的一次微分 再加上電容的導數 C是電容 電流的導數乘上電流 等於用電的話是電動式的微分 電動式對時間微分 看得出來嗎?這個是有類比關係的 就是我的位量對應到電流量 我的質量對應到我的電感 這個叫做阻尼係數C 阻尼係數對應到我的電阻 我的彈線常數K 對應到我的電容的導數 還有我的外力對應到電動式的一次微分 它是可以有類比關係的 也就是說其實在土木系裡面有很多同學 會去玩電流的實驗 為什麼他玩電流的實驗呢? 因為他怕危險 因為你如果去做震動實驗的話 其實是有點危險性的 我還聽到說交代有學生 因為玩一半尺寸的模型實驗 就是他蓋了一個原來尺寸的一半的房子 結果不小心斷掉的時候 壓到那個學生的 那造成他終身的遺憾 表示說做應學實驗是有危險性的 那電流呢? 當然我們不能講說電流都沒有危險性 但是相對來說 我不用通那麼大的電量的話 那個電流的實驗只是稍微麻一下 手是稍微麻一下也不會電死人 一般來說電流的那個安排 電流的流量不要安排太高的話 應該不會造成生命的危險 但是做這個力學實驗的話 有時候會有生命的危險 意思是說 其實很多人為了顧到生命的安全 他是改做電流實驗 量電流就可以知道 那個力學實驗的位移量是多少 因為他有類比關係 我只要能夠控制那個類比關係 我就可以知道說 他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好 這個類比關係 我們把它寫一下 對於那個力學實驗來說的話 位移量 是用Y表示 那這邊是電流量用I來表示 就是位移跟電流的對應關係 類比的對應關係 然後質量呢 質量m 跟那個電感有對應關係 電感有對應關係 有類比的對應關係 好 那這個阻尼係數 主尼係數 C 他跟那個電阻R 有類比的對應關係 電阻R 再來是 這個彈性常數K 跟電容的導數有類比的對應關係 彈簧常數 然後彈簧的彈性常數K 會對應到電容的導數 電容的導數 我們要寫成C分之一 好 最後一個對應關係是 這個Y比F 會跟我的電動式的微分 有對應關係 電動式的微分 有對應關係 一對時間微分 有對應關係 用這個類比關係 就可以知道說 我做電學的實驗 我控制我的電流 就相當於我知道我的位移量是多少 我控制我的電阻 就相當於我控制我的阻尼係數 我控制我的電感 就相當於我控制我的質量 我控制我的電動式 就相當於我控制我的外力 是有這樣的好處 這個很好的一個方法 好